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大力看世界 最近中國大陸疫情再度爆發 多地兒科病房爆門 各大醫院兒科沒診爆門 很多家長整晚排隊拿不到醜 有很多兒童出現白肺症狀 據知情人士披露 目前這波疫情已有不少兒童染疫死亡 大家可能對去年年尾 和今年初的疫情海嘯還記憶猶新 當時短期內超過幾億人感染 死亡者數量巨大 醫療系統崩潰 圍體堆積越山 大量中共高官 以及大批中共追隨者感染死亡 目前中國大陸病毒又一次 已驚人的速度爆發 甚至廣東、福建、四川、湖北 以及陝西等三部分地區的健康碼再次上線 網友說 這是一個適合寢室夜談的鬼故事 健康碼復活了 在上海和廣州 有入境者披露被要求做核酸檢測 針對這個狀況 有網友說 不止健康碼恢復了 核酸檢測又大行其道了 那要清零運動去付全 那是中國又有新病毒疫情 另外 請大家留意這個時間 12月1日中國三間生物公司 新冠疫苗產品納入緊急使用名單 上海普通國際機場一位聖馬的工作人員也證實重啟核酸的消息 很多外國旅客落地後都要接受快篩檢測 在機場進來的旅客說要抽檢 但是我看到有一些人 整班飛機的人都被拆了核酸 還有 我一位朋友昨天飛澳洲 在飛機上噴這種消毒藥水 已經很久沒噴了 各地健康碼 很多地方已經上線 12月1日 中國有關當局批准多款新冠疫苗 納入緊急使用名單 財聯社報導 新納威晚上公佈 最近經國家藥品監測管理局組織論證同意 巨大生物開發的新冠病毒移架 mRNA 疫苗在中國被納入緊急使用 用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 神州細胞公司 該公司自主研發的 重組新冠病毒變異株 S3罪體蛋白疫苗 經國家有關部門論證被納入緊急使用 旭森生物發出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變異株 mRNA疫苗獲批納入緊急使用 的公佈 12月4日 趙蘭健在X平台上發跌說 白費疫情終被確認 官方隱瞞兒童白費 病毒病菌混合感染 11月18日 趙蘭健叫出疫情爆發後 引起國際社會圍觀中國疫情 中國政府依舊流氓成勝 百般抵賴 死不承認 即使聯合國 世衛組織催促中國公佈真相 中國政府依舊稱呼 《流感》 趙蘭健說 將會遭受到更嚴重賠償和懲罰 中國政府終於半遮半掩地承認了 今次疫情爆發是多種病毒 病菌混合感染 但中國政府依然沒有說明 為什麼中國人免疫力那麼差 那麼容易感染病毒病菌 病毒那麼容易傳播 趙蘭健還說 民間有很多傳言認為 打了疫苗人體免疫力被破壞了 特別脆弱各種感染 接連不斷 當然 在我們看來 疫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相信中共追隨 中共才是病根所在 大家細細品尼 是不是這樣回事呢 當然打了疫苗引起的悲劇 其實幾乎每天都有發生 只是一直被中共掩蓋著 例如在12月3日 中國華里工業大學教授 邱勇才突然離世 才40歲 他臨終前發的一段微信朋友圈感言 揭露了中共新冠疫苗的真相 很快被刪除 下面我們來看看他的遺言 到底披露了哪些真相 邱勇才說 自己現在在高級病房的移植艙 輪到他入艙進行做血幹細胞移植 他說 為什麼來這裡呢 但他是新冠疫苗引起的後遺症 滅活新冠疫苗注射到人體後 引起再漲頻血 他說自己是一名自然科學工作者 教授博士生導師 據他研究的一些文献猜測 應該是滅活疫苗中 滅活病毒裡面的一些未知的化學物質破壞了 造血細胞間的自我識別 T細胞造血細胞影響了各種正常造血 邱勇才還說 我不知道那些所謂的專家 有沒有針對一些後遺症的案例 進行詳實的肌理分析 就出來疫苗進行注射了 邱勇才還指出 新冠疫苗受害者眾多 各位受害的病友都需要國家層面 有人出來 而且應該派有經驗的大專家出來研調一下 提供強有效的實驗論據 可以為眾多受害者澄清一下 網友說 這個講明邱勇才 新冠疫苗導致在生障礙性貧血 破壞了造血幹細胞系統 移植失敗 公開資料顯示 邱勇才是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博士生導師 中共黨員 曾入選中共第13批國家 青年千日計劃 他的死是很悲劇 就算他作為科學工作者 披露了他可能發現的病因 是中共疫苗導致的 但自律學家 還是相信這個害死他的邪教政權 中共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一直被受質疑 去年來自中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白血病患者 連發兩封公開信指控 因為打了中國新冠疫苗 而挪患白血病 他們不僅上訪被打壓、維穩 找記者也被告知不可報導 律師也不願意代理訴訟 在網上流傳的白血病群體的公開信指出 2021年接種新冠疫苗之後 身體不同程度出現發燒、悼汗、疾瘦、頭痛、嘔吐 武力、輻射、呼吸困難等症狀 後經醫院檢查 我們也患了急性白血病 文章披露 他們有些來自一二線城市 有些來自遠城 有些來自偏遠農村 來自各行各業 最大年紀是70多歲 最小是3歲 接種的疫苗以科興物的疫苗為主 其它包括北京生物 武漢生物、自非生物、長春生物等公司的疫苗 多數人是接種兩針後出現問題 部分人是接種一針或三針 但多數人在接種幾天後出現症狀 繼而確診為白血病 主要是急性淋巴是白血病 急性骨髓是白血病兩種 投訴者說 在接種疫苗之前 他們身體健康 無家族遺傳病史 現在他們很多人已經倒下 住院、服藥、打針、化療 還有未知的移植 這個群體裡 有幾十個小朋友 現在躺在醫院 生死未卜 他們在幾個群統計 保守估計 因接種疫苗後突然出現白血病的人數 應該有萬多人以上 早在2021年1月4日 據《大紀元》報導 很多中國醫務人員 對官方層層動員 接種態度消極 江蘇鎮江市疫苗接種摸底等級通知顯示 當地中共機關官員 每一個人報名 之前曾有上海疫苗專家在微博發文說 國藥集團開發的疫苗有73種副作用 一舉成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疫苗 不過該評論引起熱議後 船隻文章被刪除 又是被刪除 大家看 我們今天的節目由開始到現在 被刪除 這個關鍵字已經出現了三次甚至以上 大家就想一想 在中共國 中國人可以知道什麼呢? 有網友說 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危險 那是誰令中國人陷入了今天的險境 中國人又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我們在節目中也不止一次這麼說 那麼今天我們來看看 在《明尼斯》又是如何解說呢? 風水浩在香港的有名明尼斯 關於如何避免瘟疫的方法 他在日前接受《大紀元》專訪中表示 在周易 五行角度解釋未來運程 以及避免瘟疫的方法 他說 《2024年掛帳遺風》代表上天上善佛惡 接下來十年都是上天對人算帳 讓人埋單的時期 只有多行善事 遠離邪惡 才可以平安度過瘟疫 風水浩認為 疫情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大陸 只不過有高低起伏 從玄學角度來看 今次的疫情並非簡單的病毒 細菌 而是孽障病 或者稱為天田 風水浩說 孽障病就是人不斷做壞事 不理後果做壞事 過天就是要罰你 這是天險 不是普通的病毒 在命理角度來說 為什麼疫情會在當下爆發 他認為這與八運轉九運有關 根據三月九運理論 2023年至2024年 是由八運過渡到九運的時期 由2024年立春開始 進入長達20年的九運 九運掛帳為離 意味著火 前十年即2024年到2033年 稱為炳火烈 炳火是太陽之火 性質光猛 風水浩說 炳火烈燒盡世間一切不應該存在的東西 什麼是不應該存在的東西呢 那些大奸大奧那些不好的東西 炳火一定會清除它們 炳火燒這些不好的東西 燒出來的塵就是殺氣 包括人可以看得見 人看不見的 殺氣就會令人生病 所以這個病這麼嚴重 不是沒有原因的 至於最近中國大陸大量兒童感染肺炎 風水浩認為同樣與八卦理論有關 八運的卦象是根 根在八卦中為少男 八運退代表根運退 即小朋友的運勢衰退 因此在八運轉九運的時期容易生病 對於2024年的運勢 風水浩表示 2024年是賞善佛樂的一年 上天要人為自己做過的事 埋單 風水浩進一步解釋說 先言將64卦和年份相對應 每年有一個直連卦 而2024年的直連卦是風 風表面上代表風石的成果 風修 但還有深層的意思 風上掛為雷 下掛為火 代表忍天雷勾地火 風水浩說 明年我稱之為罪有應得念 該佛的一定佛 賞善佛樂 而佛的居多 你之前做的事 明年要埋單計數 一直要持續十年 2024年的直連卦為風掛 象徵天佛 在2024年至2033年是炳火年 再加上2026年 2027年 恰逢赤馬雄 楊劫 因此接下來的十年 是上天對人計數埋單時 根據周易風掛離下陣上 離象徵電 陣象徵雷 掛象為雷電皆致 唐代大嶼孔永達 在奉唐太宗之命 編贊的周易正義中解釋 雷者天之威動 電者天之光耀 雷電巨致則威名 被足以為風也 意思是說 風掛中的雷是上天的威嚴舉動 而閃電就是上天的光明顯耀 雷明電閃 代表著上天的威嚴和光明充滿 因此才是風 在未來十年的炳火年中 2026年炳五和2027年 丁美恰逢赤馬雄陽劫 炳丁在五行中都熟火 對應五色中紅色 而在生肖中五馬未弱 因此炳五、丁美又稱為赤馬雄陽 傳統上 很多中國人相信 會逢赤馬雄陽會有大事發生 例如天災動亂 皇帝駕崩等 上一個炳五丁美年 即1966年、1967年 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 清朝末年革命領袖孫中山作詩言治 當中就提到紅陽劫 萬將因爲打不開 紅陽劫運日相催 頂天立地其男子 要將拳坤扭轉來 在接下來的紅陽年 即1907年 孫中山等革命黨人 發動多次大規模起義 被視為辛亥革命的先聲 那如何平安度過2024年 天佛之年 以及接下來的赤馬紅陽劫 風水浩強調 一定要多做好事 少做壞事 一個好人怎麽會在這些大災大難中出事呢 至於中國大陸現時的疫情 會否擴散到香港 以至世界各地 風水浩認為 今次天險是世界性 哪裏都有壞人 哪裏都有天險 哪裏壞人多 哪裏天險就厲害 風水浩一再丁燭 要多做好事 還要遠離邪惡 不要與邪惡 軸心有交集 風水浩說得好 遠離邪惡 這就是我們一直跟大家說的 上天正在清算中共 以大瘟疫的形式 在淘汰它 請趕緊遠離中共 不要與它陪葬 速速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 為自己選擇美好未來 如果不知道如何退出中共組織 可以在我們影片下留言 不一定要用真名 用化名也可以 在留言中 告訴我們退出什麼 例如是退黨 還是退團 或者退隊就行了 我們會幫你聲明退出 另外 如果有中國同胞 沒辦法上網聲明 退黨團隊的 可以將退出黨團隊的聲明 將貼到公共場所 或者寫在紙幣上 用出去 也一樣可以起到作用 祝你和家人平平安安 幸福美滿 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